各位朋友 王志安就像一头扎进了独轮运粪坑 独轮运大坑的一条大碾鱼 搅得这些人是不得安宁 在王志安的这场战斗中最先败下阵来的 就是谁呀 就是公共沈 公子沈不是上了一个访谈节目 然后暴露了他的浅薄与无知吗 所以说他是被菊粉给骂得必经 不是那个关闭评论了 他被菊粉骂得推特也不敢开评论了 我估计油管外没看 是不是也被骂得关闭评论了 这个只能是暴露他自己的偏执与这种无知 说这个你看他最新的一条是什么呀 当今世界没有什么比反对中共 这个人类社会最大的毒瘤更符合普世价值的事了 你看你越说他吧 他越上传啊 是不是这种反共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反共的这种二极管的脑残 独罗运里边的稍微正常点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骂的都必经了 这公公 你知道吧 好吧 咱们再看看这个 李小牧啊 李小牧呢 现在呢 他不是也参加了这个这个所谓的官选团了吗 罗如威团吗 李小牧现在是想一块跟着他们去舔民进党啊 挣民进党的这个钱了 李小牧啊 是这个在歌舞伎钉拉皮条入不复出 所以现在是在逮谁舔谁 有一段时间还舔过郭文贵 可是跟郭文贵 郭文贵那不是舔公鸡琉璃猫吗 没舔出来啊 这又开始舔 独轮运了呀 舔民进党去了一块啊 这位网友说啊 这个李小牧啊 你还记得亚旦姐吗 亚旦姐是这个揭露郭文贵啊 是这个福尔摩斯侦探啊 有位朋友说了 你还记得李小牧当时为了舔郭文贵 居然在路德社说啊 安倍晋三 佩服郭文贵的爆料的勇气 特批路德的私生子 私生丈母娘的难民身份吗 还有在和平那里说他 日本有自己的中国组 他是组长啊 说还在那个黄横边呢 说他前年打了六针疫苗 天天早上起来都沉默 难道日本护士给他注射的是伟哥吗 你看了没有啊 李小牧也是个满嘴跑火车的这么一个货 所以独轮运啊都是摇棍 没一个正常的各位啊 所以这个亚旦姐也说嘛 是吧 你看看这几个这个轮威 什么文昭啊江峰啊 什么路的头之类的啊 是不是啊 这些人深谙在海外的媒体上 是口炮反共才是财富密码啊 他们只能是造谣能干啥呀 他们是吧 这个油管给他们广告费呀 而且呢台湾的民进党每年也给这个经费呀 有的美国基金会给经费呀 是不是啊 是独轮运都不是白干的啊 亚旦姐清醒之人啊 那王志安呢 这个也是出来嘲讽了 这个有一个吃油管反共这碗饭的杨别三啊 叫乐乐法利啊 这祸的脑子 我估计出生的时候也是忘了发育了啊 你说他中文说的这么溜啊 在我估计在中国是不是犯事了 被中国给驱逐了 所以跑到油管上来反共了啊 王志安说啊 你说挺好啊 就是啊 你去台湾也违法了 身为外国人参加造势活动 还上电视录节目啊 你下个节目是不是该讨论一下 要不要去移民署自首了 主动争取一个五年禁止入境的待遇啊 你还跟着逼逼呢 逼逼什么呀 逼逼啊 王志安说 你们就跟那个嗓音洪亮的 那个吴建民一样 是不是 假酒喝多了吧 你耍酒疯啊 连自己都黑啊 吴建民自己都说吗 是吧 那你那没抓住我们吗 你抓住你王志安了 你有什么可说的吗 那就民进党就是选择性执法嘛 对吧 这个底下啊 有人说说王志安先生啊 你做人要厚道吧 说六四失败的原因很多 也不是这几个傻货弄的 对吧 你得给他们留碗饭吃嘛 啊 王志安说 坚持了这么多年 是坚持造谣和耍流氓吗 就他们这个德行还给他留碗饭吃 啊 我王志安一来他们都没饭吃 当然这是我说的不是王志安说的啊 这些独立运们开始造谣王志安了 没别的办法吗 打不倒王志安就只能造谣了 说王志安去年的时候 11月12月返回中国啊 又去找中共下跪去了 对不对 又去这个接受任务去了啊 他就是中共的大外宣呢 是吧 那个王志安说 你说清楚啊 我去年11月到12月 我一直在东京呢 你说我回中国 你这是把日本的首都都割让给中国了 你知道吗 啊 这帮人造谣没底线啊 你看 这法轮功没办法来 轮子们只能是喊口号了 啊 是吧 法轮功啊 为了揭露中共反人类的罪行 做出的巨大贡献 其实这几只中共养的蛆能够轻易磨杀呢 法轮功没办法了 干不了王志安了啊 只能是喊口号了啊 轮子嘛 都这样嘛 是吧 没有什么逻辑 没什么事实啊 但是啊 有一条 人家如果理的是在银河信那一边发功 王志安又如何应对呢 啊 王志安也打出啊 王志安也害怕这一点啊 是吧 说你看 王决啊 有个有意思的 有人推演你的八字了啊 说未来20年 是你人生事业最辉煌的20年 啊 不是不是 这不是对王决啊 这个诅咒啊 这有人给王决这个啊 给王决撞哪呢 说王决的拔字好啊 未来20年好啊 但是王志安也想到了 有人利用他的拔字啊 给他拔份 那就有人用他的拔字给他诅咒啊 对吧 啊 说这个王志安说啊 那要是李扑克啊 在银河信那一头对我发功啊 是吧 那我咋办呀 是吧啊 好吧 那个王志安的亲密的战友啊 北京的扫把星徐晓东 反正是品祥帮的帮主嘛 只要是品祥帮的一个个的都进去了 都出事了啊 现在王志安也出事了嘛 是吧啊 品祥帮的帮主做直播 来这个支持王志安 给王志安站台啊 他连线了一些在国内的啊 王志安的支持者 我们并不支持王志安个人 对 王志安我也不认识 对 我们只是支持这他妈真理 我们至少是他妈有梦想 我们身处在他们凤坑中中 我们活他们像个人 你没让他们在海外 也好 不管你用多少光鲜亮丽的东西 来去他们掩盖你们 你们活着他们还是他们人渣 散发的恶臭 我们反对一切他们造谣的 没错 那能用谎言 他们能打败谎言吗 对 你们懂什么叫他们正义吗 牛逼 你们懂什么叫正义感吗 牛逼 那些红卫兵 那些义和团 哪个他妈不当初 他们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呢 不就为了那点钱吗 不就为了他们搁那点韭菜吗 继续 你们嘴上喊的那些东西啊 都是装逼的 没了吧 拜拜 拜拜 感谢CBR的金简刀 给我们留下了这么精彩的剪辑啊 我看有底下网友在嘲讽 徐晓冬这是边听边射 你看徐晓冬这个表情是边听边射吗 我觉得不是啊 我觉得不是啊 我觉得徐晓冬是 是在这个深刻的演绎 他的连线的这位反贼的嘉宾的说法 他才装逼 好吧好吧 曹长青 曹长青 出来也力挺王志安了 曹长青说民进党 那绝对是选择性的执法啊 曹长青 王志安到台湾观摩总统大选 做了一些采访啊 报道啊 评论 结果被台湾移民署下令 这个五年之内不得进入台湾 理由是 他在台湾非法打工 上节目是非法打工 违反了台湾的法律 另外舆论上围剿他 说他嘲讽了残疾人 这里我还是用残疾人 有台湾读者说 用残疾人就是歧视 残疾人是中国一个普遍的说法 媒体大众啊 包括残疾人本人都在用 中国的各级的残疾人 对曹长青这回说了个公道话 民进党啊 你就是看人下菜碟选择性的执法 对吧 那么 有这个朋友啊 一针见血啊 说出来了 说王志安为什么受到了这么多人的支持呢 就是因为呀 沉默的清刑者 有理智 讲道理 明示里的人 基数很大 只是大家呢忙于工作 平时不在社交网络发生 而出这个大事的时候啊 也会偶尔的露头 就说这些独轮运里边的啊 正常的大多数 现在都出来支持王志安了 咱们有一说一啊 甚至连一些这个中国的爱国群众 也看着王志安啊 这个局斗法轮功枪挑民进呢 他们觉得 看热闹啊 支持王志安 所以王志安现在是取得了大多数的支持 独轮运现在是一败涂地的局面啊 可是呢 王志安是丧家之犬 没有国内的那个安全的环境了 他现在还得东躲西藏 点个订阅啊 咱们下集再聊 咱们下集再聊